第十五题 老师在实验室中拿出甲乙丙定四杯无色水容易 其中有酒精、盐酸、澄清石灰水、氢氧化钠水容易 请学生操作下列实验后 根据实验结果判断容易为何 请问根据上表结果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甲根乙滴入分泰之后会呈红色 表示碱性 这的碱性容易是氢氧化钠跟澄清石灰水 而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会产生白色沉淀 所以我们看到乙通入二氧化碳会产生白色沉淀 所以我们的乙就是我们的澄清石灰水 而我们的甲就应该是我们的氢氧化钠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丙跟丁 丙加入美带会产生泡泡 丢入贝壳也会产生泡泡 我们记得酸的通性叫做活性大的金属加锡酸 会产生氢气碳酸盐加锡酸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丙应该是酸 这里就是所谓的盐酸 HCl 那么剩下一个丁就是我们的酒精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甲是氢氧化钠 乙是澄清石灰水 丙是盐酸 丁是酒精 因此第15题问我们 请问根据上表结果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A 甲是氢氧化钠水容易 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银棒 目前为您的银棒 所以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您的银棒 WH就是衣服 叶地的银棒